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沉痛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副总理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吴邦国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于二零二四年十月八日四十三十六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八十四岁 吴邦国同志 一九四一年七月生 安徽肥东人 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 刻苦学习 追求进步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七年 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电真空气垫专业学习 一九六四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七年起 历任上海电子馆三厂技术员 技术科科长 党委副书记 格委会副主任 副厂长 厂长 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副经理 上海市电真空气件公司副经理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坚持党性原则 实事求是 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一九八三年三月至一九九一年三月 吴邦国同志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兼 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 上海市委副书记 一九九一年三月至一九九四年九月 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 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注重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着力推进民生保障和市政建设 推动上海开创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新局面 他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 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一九九四年九月 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 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一九九五年三月 任国务院副总理 期间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 中央企业工委书记等 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 如期基本实现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加强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三峡工程和铁路 公路港口油电通信建设 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2002年11月 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03年3月 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公主书记 2007年10月 他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08年3月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依法履行职责 不断增强工作时效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做出重要贡献 吴邦国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在党中央领导下 他将立法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任务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适应新形式制定修改相关法律 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 他担任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组长 组织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 并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他主持制定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等一系列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 为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做出重要贡献 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 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他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他坚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 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推动宪法和法律有效实施 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 明确提出围绕中心突出重点 讲求时效的监督工作思路 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 有利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他高度重视人大对外交往工作 坚持人大对外交往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 注重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 全面加强与各国议会及多边议会组织的友好关系 推动形成人大对外交往新局面 他十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领导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 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 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进一步推进代表工作制度化 更好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作用 他强调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 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2013年3月 吴邦国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 他坚决拥护和支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吴邦国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是为共产主义理想 党和国家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 他的事实 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而团结奋斗 吴邦国统治 永垂不朽 未经许还好 未经许还好 除非